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居家管理时 怎么根据病情用药 感到明显的头痛 肌肉酸痛等等 可以使用退烧药 这边常用的是布洛酚 对一些氨基酚等等 或者是轻热解毒的忠诚药 对于鼻塞很严重的患者 可以服用含普尔敏等成分的感冒药 一些患者咳嗽很严重 这些人可能平时就有气到高反应性 表现为遇到刺激性气体 容易咳嗽 或者是感冒以后咳嗽时间很久 这个时候可以服用 缓解脂肌管痙攣的药物 比如护方查检类的药物 以及具有这一类作用的中程药 在居家隔离治疗期间 有基础疾病的感染者 应该坚持治疗基础疾病的药物使用 大家在选择药物的时候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一定要养成认真看药品说明书的好习惯 二、同用途的药物仅可以选用一种 许多复方感冒药以及中程药当中含有兑乙腺胺 应该避免和其他退热药同伏 以免过量增加用药的风险 三、孕妇和六个月以下儿童 故意使用布洛芬退热 四、服用含6本纳米的感冒药以后 可能会出现失睡、困倦等等 应该注意这个时候不要驾车或者操作精密设备 第五、如果症状比较严重 则需要到医院就诊 然后再次准备一下